妈妈什么是铁公鸡 就是形容人很扣 一毛不拔 那说的又是你呗 你会不会说话呀 拿我给你铁公鸡比啊 对 确实没法比 人家铁公鸡时间长了 还掉点袖扎 你是一点扎也不带掉的 啥了我咋哭了呀 还记得那是2020年的第一场训练 哎呦我天 你别整个去 有话直说 三年了 我想吃榴莲 想了三年了 连个榴莲皮都没见过 那玩意太贵了 而且肉少皮多 一点也不划算 皮也有用处呀 皮有啥用处呀 你买过来一个就知道了 那我给你买个榴莲 那咱现在去买榴莲 顺便听一下你录的语音吧 好啊 走 我是佳琪呀 今天就让我来为你导航吧 出发喽 走最左侧车道 即将左转 即将便当 群警顺驾驶 你这榴莲也吃上了 你快告诉我这个榴莲皮 到底有什么用处呀 就是那天我看见 我爸爸往脱瓦盖里藏私房钱 这下榴莲皮有用处了吧 别会亲咱们 别会亲咱们 还好吗 哈哈哈哈